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这句词 黄 黄子 黄塞 有些人读这句词的时候会出现懒音问题 将它读成黄 主要的问题就是出在 嘴儿抹得不够大 口型不够圆 和舌头无端端提高了 想改善的话 建议大家可以多些练习和声调的韵母 昂 昂 例子 英国王室发表声明 英国王柱查理斯在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当中呈阳性 声明说 71岁的查理斯王子有轻微症状 但是随之意外 健康状况良好 过去几天照常在家工作 而夫人72岁的卡米拉也有接受检测 但是就没有被感染 按照政府和医学建议 目前两个人在苏格兰的家当中进行自我隔离 声明更加提到 最近几个星期查理斯王子有很多公务活动 所以无法确定是怎样感染病毒的 查理斯王子1969年的时候被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封为威尔斯亲王 这个名字对于香港人来说最熟悉的 当然就是在沙田的威尔斯亲王医院 而更加令到每个香港人都难忘的就是这个名字 威尔斯8A病房 2003年3月8日 在威尔斯8A病房当中 十几人集体出现了严重的上呼吸度感染症状 这次的事件可以说是在沙士传入香港之后 在香港爆发的序幕 最终299人死亡 更加有8名的医护因感染而离世 如果大家不想8A病房的事件重演 不想香港的医疗系统崩溃 如果大家都不想好像查理斯王子那种招 希望大家非必要的话都不要外出 如果真的要出街的话 最好全程都戴口罩 勤点洗手 还要跟其他人保持距离 记住 在这段时间 任何的家庭聚会 社交接触都要尽量避免 这样才是最好保障自己 保障人家 保障我们这个社会的方法